100元的国道电子收费系统欠费 竟然变成了9900元的交通罚单 张先生投诉说他ETC缴费都是绑定信用卡 而且系统显示这过期的过路费是在三年前 当初他在换车牌的时候 都有跟ETC门市确认过 已经把所有过路费都缴清 而且这9000多元的罚款 他都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让他决定向ETC申诉 不过执法单位回应 他们肯定都有寄出催缴通知单 这9900元应该是他累计没有缴的欠缴罚单 这有很多笔罚单 然后都是300 300 300 300累积上去 打开缴款通知张先生查点没吐血 一整排2310笔ETC 微款算算近万元罚单 明明自己都是用卡扣款 这么大笔罚款怎么回事 仔细看罚款项目显示在三年前的 1笔100元咕噜费没缴 倒是后续累计一笔又一笔罚款 不过说也奇怪 明明自己早在2018年 榜ETEC时 因为要换新车牌 才到门市重新访定 并将缴款方式改为信用卡扣款 而且也重新确认过 旧车牌的过路费都有结金 中间也没有收到任何催缴通知 没想到再过了一年 就突然收到罚欧部寄来的 9900元欠缴罚单 因为累计三年没缴钱 张先生的车牌 已经被列为违规登记车牌 只要每半个月上一次国道 就会开罚300元罚款 累积至今年4月 从原本的100元暴增 99倍 让他决定向ETEC提出罚单申诉 陈述书 只是执法单位也回应 当初这100块过路费 一定是有欠缴的情形 后续衍生出了9900元罚款 因是当初欠缴没缴的 持续累积的罚款 他的现在住的地方 跟他车骑的地方 车骑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但不能表示说 你就没有收到就不去讲 后续该怎么处理 高工局承诺会协助弄清楚 究竟罚款项目为何 借台北综合报道